我們又到錄音時間 今天你又有一位老友介紹 這位老友真是難介紹 所以我們不在後面也知道 沒有尾在介紹他是什麼 因為他專業上是從事法律工作 但他大部分時間 在推動香港的文化藝術活動 當然跟他以前在電視上做編劇 也有一個很密切的聯繫 但他又很努力 做律師還要寫書 今天真的特別感謝他 又帶了一本書來 不像一本 你看到後面 給朋友看 我上一次他也有寫書 我也是想問他 但沒有問到 為何自己叫做老文青 老 留老老的老是老文青 我要先介紹 兩位都是我的前輩 我九都活動見了潘興 那Peter就厲害了 我1980年入TVB做兼職編劇 他其實是高層 我現在看到人都說Peter多年 我穿開朗褲影穿西裝 他不會理我 我高高仰望他 他不理我們 工作上大家沒有機會交接 那時候應該是劉天賜 就是從事創作組的主管 劉天賜我叫師公 師公 劉天賜說師傅是許冠文 許冠文的徒弟是劉天賜 劉天賜的徒弟是吳宇 吳宇的徒弟是我 大家去到十幾代 我和你都很有淵源 因為吳宇就是我介紹的TVB 這樣嗎 他做文員的時手 因為那時候 我在這個節目都有提過 那時候我在毛泉地工作的時候 在歡樂今宵做資料搜集 那時候我們有一群朋友 很喜歡真理文青 我們搞了一個周刊 叫做青蘋果周刊 吳宇當時就是我們其中一個 是贊助的股東也好 合夥人也好 他就說他有個好朋友 在尖沙咀做文員 他很喜歡寫東西 於是我們就邀請他和他贊稿 然後有一段時間 我便知道他又很想入電視工作 我便介紹他認識吳慧平 認識劉天賜、石少明 於是開始了便說 不如這樣吧 我們每一個節目有些主題 寫什麼 寫Gag這些短的趣劇 請他醫 我負責去聯繫他 他真是很有行心 最初寫十個Bang 有沒有薪金 沒有薪金也沒有 如果接受了那個便有 他很恆心 但一直進步 後來劉天賜 可以啊這個 我們找他回來 請他做全職的 是我們寬樂今宵的其中一個編劇 我就編劇訓練班 他便不是 他不是這些 他是自己去闖出腦 這些叫集牌軍 正統 你為何有興趣去讀編劇訓練班 你也問人 從頭來過 我也很想去讀編劇訓練班 對 因為我 很年紀限制 對 但現在做了 第一找不到食 第二 我不知道 待會我們有機會再說 關乎到 什麼叫做Gag 由周星馳到現在 再之前 許冠文 我們可以慢慢詳細 為何你會有興趣 你真的文稱得很厲害 我用短時間介紹我 其實我從小到大 我想過天給了寫作的才華我 我經常參加作品比賽都拿冠軍 我心頭高 那時讀中五考員 TVB有一編劇訓練班 我去考 有二千多人 但很幸運 我十幾歲 原來全班二十多人 都是大哥哥大姐姐 我那時又覺得省錢 那時我在九龍唐英華讀書 我走上廣播道很近 我很有行心 那一年 我在學校樓到六點多 我就走上TVB 那時不是TVB 對面有個不知什麼樓 知人住宅 英國那些 找個地方給編劇組 我們二十多人就上課 完了之後 就聘請好像六七個 我就說不行 我入了大學 那時香港大學收了我讀法律 但我真的很想做 因為我人生都未決定 我做律師一定做創意 那很好 當時有個人很疼我 就是死了 叫胡莎 胡莎是我的校長 他就說不要緊 part time我也介紹你 不過我心智未成熟 那就入歡樂今宵 我要搞Gag 因為我心智未成熟 不可以寫當時的家辯 那些 那些 那後來大學就可以掌握 那後來出來做律師太忙 那便停了第一轉 第一轉停到第二轉 就是九十年代 就多謝了 我和Peter真的有緣 他那時在商台 余曾掌政 余曾多謝查小欣 查小欣就說這個人OK 余曾有個交通法律節目 就找我做主持 一做就做到余曾走 那時候天地就說 都有些名氣你寫書 那時候寫了幾本 那我又停了 因為太忙了 到第二 最後一轉 我就多謝Perry Lamb 劉貝力 Perry就說他幫另一開台 他說另一開台你寫 那我寫什麼 寫網文 我還沒寫網文 那時候網文是不接受的 就是覺得 就開始了我第三個階段 所以由2001開檔 有沒有七年 就是七年到現在 我現在都很悲哀 地外沒有指 我都是一個網 活下去 就是這樣 有趣 老文青 其實你就厲害了 我覺得我是挺文青的 就是有些人說我傻 就是這樣的年紀 我有些人看得通 不過我不想這樣做 但是年紀是老的 那就叫老文青 第一件事要先弄清楚 不是老文青 是老文青 是老文青 老的老 不是… 老字是這樣的意思 其他那些 有小老亂老 老仔 那些 好吧 我不介意 不是 現在叫娘炮 但是老是重炮 現在不是小鋼炮 就變成重炮 就變成老 還有一個私人 我很少說一個秘密 其實我家裡 我有一個死了的姐姐 她很小時候死了 她就叫我弟弟 但發不到音 就沒有了個小字 所以我們全家都叫我老 這是很少說出來的 所以老文青 都是你自己自選的 這個名字 變成我現在的Trainmark 你這本新作 我看得很過癮 真的有看 多謝 對 因為我很想問你 第一 我拿起 封面就簡單 有Style 但沒什麼特別 因為只有九個字 老文青、王少年、李偉文 李偉文不算 認識你就認識你 不認識你 沒有什麼增值 KT 心很有質感 手摸下去 是突起 所以這個 在印刷上來說 是落本的 天地很疼我 天地由九五年疼我 到現在 後面那幾本 但我看後面 我很欣賞編輯 介紹 抽些金句 對 他很標榜你的文字風格 其實這些是銅句 還未到金句 OK 我想問你 第一 這些金句也好 銅句也好 是他跟你選擇的 有沒有給你 所謂的 當然有 其實是找我教對 第二件事 就好像你說 還有什麼 遺珠 或者有些 你覺得更加精彩的 他沒有選 為何會有分別 以我來說 這幾句已經足夠 令到我會有興趣去買這本書 但坦白說 這又是另一半 因為這些書是有幣的 為什麼呢 如果你真的看 每個人都很喜歡看 你說拿錢去買 要再加多些推動力 例如認識你 真的會馬上去買 那沒有人買 但如果不認識你 現在我覺得有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那些人要 一百元 不算貴 你這本書真的是 因為現在一百元以下的書 真的不是很多 不是很多 香港是走去台灣的方向 因為香港好像你說的量少 所以如果你一百元以下 山大宅賣沒有柴 我在書展都遇到一些 年輕的出版的舊同事 他的書 你覺得全部賣一百三十八元 是的 一定過一百元 因為他覺得 喜歡支持他們的出版社 或者作家 或者那類題材 實際上說 你賣八十八元 八十九元 他說分別不大 不如去到盡 一百三十八元 東在書展就有些優惠的安排 但現在東賣一千多本 加到百多元 可能賣十半 我怕 不是 別不大 真的 要麼他就買 要麼他就不買 因為你那個知名度 以現在的銷售渠道來說 都賣不出 買家考慮的因素 你要給他足夠的理由去買 因為現在簡單說 我賣封面 其實 不是 因為你賣封面 現在真的很難賣 老實說 現在的書的封面 雖然不能賣 但我覺得是做得相當政治 很漂亮 是的 第二件事 就是現在的確確 如果你純粹看封面 無論你有什麼興趣 那個選擇太多 某個程度 如果對作者不認識 或者你接觸的經過 沒有一件事 足以令他去買這件事的行動 很快就失去那個機會 我乘機宣傳我本書 講封面 大家看看 這個封面其實我是inspired by 英國有個很著名的畫家叫Bensy 他是一個圖鴉 但他不出樣子 他曾經買過一幅畫 叫做拿著氣球的女孩 其實是inspired by 那個女孩是黑色 氣球是紅色 不斷放上去 他買的時候不貴 在拍賣的時候就賣得很貴 如果沒有記錯 是千多萬港幣 有個人買了很開心 誰知道他叫那個夥計 原來那個暗藏一個機關 他按下來 那幅畫 切了一半 變成一條條絲 原來他找了同事 拍了全部人的表情 千多萬的話 沒有了一半 然後他找那個拍賣到的 他說這幅畫只會更值錢 你不喜歡的話你賣給我 那個人很厲害 死都不肯 雖然這幅畫沒有了一半 他不肯賣給他 結果因為這個世界性的新聞 就更貴了 現在聽了幾千萬 但是Bensy有個訊息 好像我這本書 他說第一 創造很多時候是一種破壞 即是一種既有的破壞 他說第二 所謂藝術的價值 到底在乎那件事有多出名 還是去過內涵呢 其實這幅畫已經切了一半 但是因為出名 都有人要 我覺得我們做文化藝術 創意我們三個都是 有時幾失望 即是那個炊頭、市場 有時開過我們實質的優點 你再說的東西很有趣 Bensky現在流行NFT Bensky無論是幅畫 或者他拍的過程 或者其中任何一部分 都可以變成另一個NFT 亦可以賣很多錢 最近他拍賣了好像 剛剛我今早看報紙 但我沒有詳細看 我走出來 他是有人假冒他 因為他賣的東西是假的 於是NFT那裏 現在他收回 但他真的不斷有新聞 好像香港說 都有他的東西 不知道真實 是啊 他塗鴉有什麼都很多 他不算錢 真的藝術家不算錢 是很值得賣 在英國是很過癮的 他游了在那裏 那間屋那個人 又不會提高價錢 又不會抹走他 又不會這樣那樣 但你再說那件事 我又想問一下 你覺得Bensky是一個 我稱之為蛙眾取寵 要爭取到這樣的曝光 很厲害做Self Promotion 我們叫做的一個藝術家 因為你覺得其實是他被迫 走上了這條路 其實他本身有足夠的條件 去做一個真正的大師 是的 其實我自己都經歷過一個矛盾 我想寫作的人其實很怕露養 影響過日常生活 但發覺原來你知名度 特別是今時今日不止露養 你還要拍攝片 一步步就好像脫衣舞 但你不走這一步 你在今天的網上世界 你很難拿到別人的承認 所以是掙扎的 到現在我都掙扎 究竟我們曝光率去到哪裏 但是曝光率多 人家又對你沒有興趣 是很難的 我多欣賞逆書 李璧華這些 李璧華是從來 好像我聽天地說 是拍過一張照片 接著這幾十年 沒有人知道他的樣子 逆書簡直是什麼曝光都拒絕 什麼頒獎 他還不在香港生活 例如最近他拿到一個 類似藝術貢獻 終身成就 他都不會來拿獎 我們所有文人都想走這條路 但不容易 我覺得你說的是很有趣 你說的例子譯書 李璧華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他們一開始 無論成敗 都選擇走這條路 即是不曝光這件事 低調 他有個代價 我們看到有兩個成功例 或者可能更多些 但大部份既不出樣子 又不出名 再加上不太出色的話 你真是自刺墳墓 而且現在是網上世界 你沒有片看的人都不 沒錯 第二件事 以往都可以是口碑 我們稱之為 因為你剛才說的作者 他不是在電視、報紙 怎樣大時宣傳 不和明報 現在和你出書 其實包括廣告 包括整個套餐 但他們真的 文章好、記集好 一出就口碑 還有我和Peter 都比我一樣同 我們年輕人很英俊 現在老牙牙 就要我扔個樣子出來 黃金時期已經過了 你也是 我知道你年輕人很英俊 有時覺得 糟了 人很豬黃 還扔個樣子出來 人家叫你叔叔、阿伯 但沒辦法 最黃金的時候 就是黃少年 好像我本書 沒辦法 最有顏值的時候 就沒有顏值 現在就在這個年紀 都要說樣子的報告 我這件事 又查了很多話題 我們今天 我又想問你 顏值 如果是說我們那一輩 或者再上一輩 其實走紅的 無論是作家、藝術家 什麼都好 其實顏值相當高 我舉個例子 譬如蔡蘭 我覺得蔡蘭年輕人很有型 我那天 我沒看過她年輕人 我那天 我無端端在電視上看到 黃德斌 怡家洪 即是大叔之愛 黃德斌 因為年輕時 拍過三級片 叫做燈草和尚 我那天 我那天無端端不知道 看了燈草和尚 我哪會看這些電視 但不是說清高 但我看到黃德斌三個字 我說要看看 他年輕的時候 我想他那時二十多歲 因為燈草和尚拍了 蔡蘭監製 為何要想起蔡蘭 想起黃德斌 就是那兩個人 年輕的時候 我覺得都真的很帥 用回你的說法 那呢 他參加過阿士丁 那時叫麗的的選美 所以他是很漂亮 參加過 他應該那一屆是臨位 那一堆 但那時很慘 他一叫大隻佬 就全部拍三級片 就變了那條路難走些 但我覺得 倒過來 我用今天的標準來看 老了那些人 哪些我們認為 仍然是 不要用英俊這個字 是好樣子 我們看上去 Peter 當然是 有趣 有很多 我們現在當老爺大集會 我們去談談 第一 我們 頭髮 染不染髮是一個大的問題 That's the question 就是 有沒有頭髮 那是第二個問題 這個更大的問題 第二件事 就是 無論你選擇是怎樣 你自己看和別人看 是否漂亮 或者別人看那種漂亮的切入點 和我自己看自己的漂亮的切入點 分別在哪裏 好像是優雅 還是 仍然有 大哥大 有些 例如阿林伯 應該是Peter 永遠我不會用優雅 這個字去形容他 但到今天他年紀大了 我覺得他出來給人的印象 精力比我更強 也不減當年 他永遠是年輕的 他有一種能力 和你交流 也可以交流 另外更新到不得了 我相信你也是 實際上我的體力真的衰退 但那個是另一種 我都不覺得你寒貝那些東西 有時候要提醒自己停職一點